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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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曾鴻宜 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度全世界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新生代的 是电视主播 要来选这个新北市的市议员 他叫彭佳云 佳云你好 鴻宜哥好 所有的我们播度全世界 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你听他讲话应该是觉得 他口条不错 脑筋清楚 我先 佳云你自己自己介绍好了 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所有我们保导新生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彭佳云 是今年新北市三中区到路主区市团的候選人 更特别的是佳云近今是主播 佳云在媒体13年 有10年是在华市报新闻 过期是华市前五件新闻的主播 希望说未来发挥记者的热忱 来三議員 带大家来帮忙 OK 那你台语好像说得不错 不说很练等的 这阵子有练得好一点点 是因为要选举 所以台语呢 以前就会听 听的比较 听都会听 可是讲大部分用就是国语在回答 然后因为三陈保路主 比较本土味一点 很多人都说你要说台语 所以说常常 这个阵子比较处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台语就好了一点 你哪里人 我像哪个人 像四人就像哪个人 对 爸爸妈妈也像哪个人 爸爸像哪个人 妈妈给人 爸爸妈妈在做什么 妈妈小时候是家馆 爸爸以前是上班族 后来自己做一点小生意 是做什么小生意 就是有开过那个庭园的卡拉OK 然后也有自己投资过大理食厂 就是一点点跟朋友合资的一点小生意 那你为什么主播的夫妇 多少人想要走上主播台 就走不上去 因为又要口词好 反应好 学历好 这个 对新闻的热情等等 那还要长得亮丽 那不容易上去 为什么你要放弃 去选议员 就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那其实 我过去真的很喜欢记者 跟主播这个工作 很喜欢 不然也会说一做就做十几年 这样子 那其实是在过去采访的时候 常常发现我们会接触到一些弱势的团体 然后后来因为我家的家庭的关系 公公的关系 让我接触到其实 爸爸 我的公公当议员 他做很多好事 其实我问过爸爸 我的公公是 新北市议员郑金龙 民进董 对对对 政国会 对 那当时 我以前接触政治 我是对政治 其实比较冷感 我觉得政治蛮复杂 蛮黑暗的 但是我问过爸爸说 爸爸你做议员做二十几年 怎么还这么穷 然后名下只有一间房子 还在背贷款 爸爸就跟我说他做很多事情 那其实接触到爸爸 今天爸爸的家庭要贷款吗 对真的 贷款又多少 要讲数字吗 说不说 大家可以说这个 说假的 七百多万 还有贷款七百多万 对 这家庭买多少钱 那间房子 二十几年前买的 十几年前买的 因为你选举 然后有一些支出 还有你平常 其实爸爸的薪水 然后还有助理费 全部都这样支出 其实很多时候是入不敷出的 选举的时候都是 大家出钱出来 一些好朋友 一些服务过的民众的捐款 爸爸才有办法这样一直选举 有时候不够自己倒帖 所以说后来又再拿出来贷款 什么之类的 有时候还 有时候贷到现在还是有七百多万 对 这厉害你还要算 对 我也很怀疑 可是 本来我们有自己的工作 本来家里有自己的工作 老公我在上班 然后爸爸那时候想要找一个人来接 接他的工作 其实第一时间本来不是考虑我 爸爸四年前有找过何博文 对 那时候 博文大哥 他本来说要算贷款 然后后来就转站到板桥去选议员了 对 这次本来也有征询过游院长的儿子 对 那后来他也没有意愿 我就想说 家云就很适合 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讨论过这件事情 也说好 因为我认为说其实 算以外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是全家的事情 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事情 对 那我们就是开了家庭会议 然后觉得我们可以升任这个工作 这么决定来算 那你自己有意愿吗? 有啊 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没有热情 对这个工作有没有兴趣啊 对 就是把自己当记者跟主播的这个热情 转换到来选议员这件事情 你要做一个连结 因为以前其实 人家说做记者好像不错 当记者主播很好 这工作很好 但其实不是啊 我们很辛苦 每天工作时间很长 洪一哥也是媒体人 其实也很了解 红台梯啦 大地震天灾人祸 我们就是立刻半夜也是要出去 然后薪水有大家想的那么好吗? 有喔 其实没有耶 还好 有吗? 我刚入跑的时候薪水不到三万块 你是做大新闻系 算是高材生 其实没有耶 我的薪水就是可能跟上班 比上班族好一些 可是其实我们会做这个工作 刚开始进去不到三万块 后来当主播呢? 大概也大概是六万左右 六万左右 其实 最后最高薪的时候呢? 就六万 就六万 那为什么 我们透露一下华士的秘密 完了 讲出来 其实这都是 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 那当然说 这个工作也算稳定 然后 可是有时候很辛苦 那时候怀第一胎妹妹的时候 我是一直工作到37周 凌晨4点开车自己去上班 那样大的肚子 可以这样坚持 是因为自己 当记者都有一种使命感 有一种热情 喜欢做这个工作 那你觉得说 感觉说 你去报道 你去彩虹 可以跟人做三天 那其实做一个好义丸 我们可以做的更多 你是更直接给人家更多的帮助 对 可是义丸是人家 你都要回来 对 你都要出门了 对 有那种热情 要帮人家的热情 要服务人的热情 要服务人的热情 那个事情最重要 我从这里面找到自己 为什么会去愿意去这样做 有一种成就感 我爸跟爸爸 我们就一家人这样走在路上 突然就有一个大姐 他就站在游戏 然后突然就横跃马路 这样横跃双行线骑过来 他就为了给爸爸小桌下 他说爸爸近前跟他走三天 他很感谢 很感恩 就这样特地骑过来 谢谢 其实帮了他什么事情 爸爸不记得了 因为帮的人太多了 对 然后那个大姐 那个满脸的感恩 我忘不掉 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成就感 当记者也是这样子的成就感 是 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彭佳云 彭佳云她是北一女毕业 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 在台市在中天在华市担任过记者 跟主播 那她是毕业叫郑金龙的后生 的公主 所以她变成郑金龙的媳妇 那郑金龙是民进党的 她是资深的议员 是郑国会的 对 郑国会就是游锡坤 林佳龙 林佳龙 陈廷飞 这都是 是 还有那个什么 高智鹏 对 对 余天也是 对余大哥 余大哥也是 这样 所以后来她也征询过何博文细逆情 我叫博文他要选过立委 立担罪 高票落选 对 那后来他就去选 其实博文很多人问过 也有人叫他去选选选中 然后 这个后来他去选新北的议员 那当然也很好 打实际上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好 他非常优秀 是是是 就是胆子很大 声量很大 很敢于挑战 那也很热情在服务 那 这个后来爸爸说也征询过游院长的公子 对 那后来大家都既然都没有办法 那就找 郑金龙的媳妇 那为什么不是儿子呢 因为我过去的工作是记者跟主播嘛 嗯 爸爸觉得这个做议员的工作 的工作的范畴会比较相似 嗯 因为以前记者是找问题嘛 发现问题 嗯 啊議員是找问题 都要改改问题 嗯 那爸爸觉得我会 我的专 过去的专长 未来比较能够当好议员 就像何博文过去也是媒体人 嗯 对 对 我觉得他很有公众性 对 公众服务性 是 媒体跟议员大概都有这种特质 嗯 特质了 对 小朋友多大 幼稚园的中班跟小班 幼稚园中班跟小班 就是有时候 当妈妈对社会的历练也比较深一点 对 因为你要去处理很多东西 对 更知道生活上的艰苦 那 民进栋呢 在他要选的是 啊 三重跟卢州 那三重跟卢州啊 也就是有酒席议员 对 新北市有酒席议员 那这边要接住的人有15个 OK 那 民进党现在有六席是不是 对 民进党提名六席 提名 那现在有多少是民进党结议员 也是六席 现在也是六席 那就是原来那六席继续吗 啊 爸爸没有选 哦 说说说说 那这次民进党提名提 六席 对 也是提六席 诶 那不是 可是本来只有六席议员 包括爸爸 对 啊 那因为党党章式规定说 提名的人数不得少于上一次当选的人数 哦 哦 了解 所以呢 我刚问他就是说 那民进党提名的六席 啊 再加上时代力量也提了一席 对 那再加上彭佳云 他这次是五党籍 对 哦 因为他来不及加入民进党 嗯 所以呢 就变成啊 这个地方就是 啊 有 比较绿的有巴西 应该这样讲吗 嗯 对 比较被拐在泛绿的 哈哈哈 可是你本身有有 啊 这个对意识形态上有比较 比较倾向泛绿吗 一日形态是比较倾向泛绿 嗯 可是过去在媒体 对 在媒体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媒体的立场是比较公正 嗯 客观的那 不能表现出来 对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当然我们在播新闻 尤其是主播你在跟人家播报的时候 嗯 你不应该掺杂自己太多的政治立场 所以过去我也没有加入任何的政党 是 啊 我们全家其实都是民进党 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党 你家是指郑俊荣议员家 对 夫家还是娘家 我爸爸 我爸爸也民进党 哈哈哈 你的娘家吗 我的娘家 我爸爸也是 你爸爸是民进党丸 还是民进 积极民进党 爸爸是党员 哈哈哈 那就真的是很铁杆了 哈哈哈 爸爸很深绿 哈哈哈 OK OK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彭佳云 那佳云呢 本来是主播 那现在呢 等同要接棒爸爸的 这个传承了 对 那要郑金龙 那议员呢 要交棒给彭佳云 等一下我们继续请教你 好不好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彭佳云 他是郑金龙民进党资深议员郑金龙的媳妇 那郑金龙啊 我刚刚请教这个佳云说 他的公公郑金龙已经65岁 对 那因为脊椎又开刀 所以就决定退休把棒子交给你 嗯 好 那可不请教你就是 你的爸爸 亲生爸爸很绿 是民进党员啊 对 他为什么那么绿啊 从小我不知道欸 爸爸从小我有印象的时候 他就常常去听那个 党外的那个演讲 他常常跑出去 然后常常去参加很多游行 对 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 就是因为妈妈觉得那个游行很危险 对 因为她觉得那个群众上街头很危险 那个时候那个总统要直选的游行 对 然后我妈妈就跟爸爸说你不要去 因为很危险 你如果去我有给你离婚 他把离婚拿出来威胁爸爸 但他没有用 爸爸那天还是偷偷去啦 因为他后来回来还拿了一个布条 总统要直选 然后给我弟弟绑在头上拍照 改天修理绑在弟弟的头上 对 爸爸以前就是对这个政治很热衷的 所以小时候那时候有受到爸爸一些影响 也可以说是对政治热衷了 不过我觉得如果要更贴近一点讲 就爸爸有他对民主的理想 他是个有价值有灵魂的人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很重要的力量 爸爸 你有没有跟他谈过为什么他这样 其实没有深聊 就我只是很直觉的接受 他是被迫害过还是怎样 没有 好像 爸爸生长的环境可能就 他也没有我没有跟他深聊过这个 我只是从小就接受我的爸爸是 是这个这样子很真心情 他就觉得我们是台湾人 然后我们要去争取 要去争取这些东西 是是是是是 有些事情是普世价值 有些是台湾应该本来就属于台湾的 应该这样讲 对 那你觉得说这边的选举 因为选举毕竟是要花钱的 是 要花多少 不知道 我其实没有在管财务的事情 嗯 然后 大部分都是支持者 这样去 募款来的 嗯 然后我们的看板其实都没有花钱租 为什么 因为都是给母贵啊 我们的奏力给母贵 因为我们助理服务啊会有记录嘛 嗯 那是知道说 他们哪里可以挂钢棒 就会给他问 啊或者是还有很多好心好心的 大哥大姐 他们都会热心的提供我们 他就知道说 电金两位媳妇要选举了 啊现在要赶紧赶三日 对 那就热情的提供我们 甚至我们还有做那个小海报 嗯 没有那么大的看板没关系 我们就会贴在家门口 对 也没关系 哦 哦 啊倶迷案做多少啊 差不多 吃百茶吧 嗯 对 嗯 嗯 嗯 所以很感恩真的很感恩 就对 都不开心 那你有办募款餐会 募款餐会 目前还没有 都是知道我们要选举 还有我们的那个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就有人来关机 也有一两千的 也有一两万的 有开到你的载车吗 没有 载车本来就没座 你这样选去走多久 八个多月 八个多月 对 会累吗 我觉得还好 就是可能真的硬帐还没有来 真的硬帐是在选前大概40天 现在就是早时间赶快睡 补充一下体力 再去点出门 可能中午的时候 休息两点前 会不会又出门 对 都怎么走 就是现在早上就是去运动场 去公园 站桥头 去运动场做什么 跟运动的人打就好 然后很多人在大哥大姐在运动 然后就去那边鞠躬 然后去发面子 然后如果他们结束了 就握手 也有在绕操场的 也去跟他们握手 对 然后小公园也是 然后捷运站 之前我是自己站在路口 我是一个一个机车在发面子 还有捷运站在发面子的 捷运站也站过好几轮 桥头 还有桥头 对 那这样子应该就是没有办法照顾到小孩 小朋友就是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开家庭会议就是这样 因为我就说第一个我一定会少很多陪小孩的时间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家全家一起分工 包括我的爸爸妈妈 然后我婆婆 或者是爸爸有空的时候 我们都会互相协调去接送然后来照顾 对 给你控制一下好不好 女生当名利代表 婚姻不容易 对 我跟我老公有这个共识 对 所以我 当然爸爸让我决定要参选 可是最最终如果我老公没有同意的话 我也不会决定要做这件事 对我们是有谈过很久 对对对 不要影响到感情 是是 第一个老公要同意 第二个就是说不只同意就是要认识 认识什么呢 就是说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她又是个女性又结婚了 那未来她势必非常忙碌 因为太久拖了 你非得去跑不可 所以你真的能分给家里的时间相对少 对 第二个因为你外面见识多了 嗯 再来就是直询要强悍 所以慢慢的那个个性会变得强悍 只是你可能自己不察觉 哈哈 嗯 我们那个时候的协调是 嗯 有很多团 其实现在就开 现在就是了啦 是爸爸还有我的婆婆 我公公婆婆跟我老公 我们都会一起 所以我说选举是全家人的事情 对 有的团 比较适合男生其实是老公去 对老公去 对 那我单纯我是希望做好我的服务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我必须要到我一定会到 嗯 能到我一定尽量到 是 对 然后希望是我尽量是像我当记者 是主播这十几年 嗯 个性没有太大的转变 嗯 那希望当艺人也是个性一样 莫忘初衷 嗯 当然是希望自己是保持单纯 那时候我们是讲好是这样子 你如果调的加一个民进党吗 会 哦 对 哦 就是选上的就加入民进党 对对 是是是 也是 爸爸也是民进党的嘛 嗯 那我们政治理念也是相近 那当然过去是来不及加入 嗯 但是我也是跟爸爸说 我说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对政党会比较厌恶的原因是 只要我是民进党 我就认为国民党说的全是错的 我是国民党 我就认为民进党说的全是错的 嗯 那身为一个民进党 也可不可以有一些个人的意见 个人的想法 嗯 我当然还是会有 对 对 那我也是有跟爸爸谈过这个 爸爸也很开明 他当然了解说 我感觉是不一样的人 嗯 对 那我们都会沟通 不过是这样的 就是说 国民党在台湾也算是个大党 民进党也是个大党 对 那都有蛮庞大的自治者 是 我觉得应该不要从 国民党都是错的 或民进党都是错的 这个角度去想 嗯 他既然有那么多自治者 表示说 我们应该也要理解对方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 对 我觉得 作为国民党也应该理解 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多人支持民进党 对 这样子就有助于 比较同理心 对 那这样子也有助于台湾的融合 跟团结 没错 嘿嘿嘿 我们都很容易把对方 形塑成非常邪恶 嗯 那所以我说一下 接受起来的 普遍没有那么邪恶 对啊 每一党都有好人 每一党也可能有大家不那么喜欢的人 是是是 你觉得你这边要调能赢的方法是什么 我认为除了爸爸 当然爸爸有一些基础 可是我自己要拿出我个人的特色让大家看到 包括我过去是个媒体人是一个主播 然后我认为妈妈的身份是我很有优势的一点 我认为当一个妈妈之后女生会比较有温度比较柔软 你也比较有同理心 以前没有那么容易掉眼泪 但是现在常常去攻击我自己看到家属哭我就跟着哭了 是哦 真的 那你内线要保护一下 对我要忍一下 要忍一下 不然人家会想说你怎么会跟着掉眼泪你怎么了 或者是看到很多小朋友 因为其实自己有车拥有走 才会知道说养小孩真的是困难在哪边 我那时候很 我其实参政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照顾幼儿的部分 因为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就有个朋友住三顶部 他就跟我说他真的是养不起 他小朋友五岁之后他才敢上学 因为缴不起私幼的学费 对 工幼抽不到 嗯 那我听到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怎么会这么低 那时候小孩还小 后来自己现在小朋友在上幼稚园 才知道那个真的真的很贵 常常缴一个月学费上班族都要吃土了 对 我是民国69年嘉义高工毕业以后 上来台北当送货送五金 是 那我的公司在这个金灵女众对面那里 哦 那那里其实也算三重 但是也接近新庄 二重 二重了 这样 那我的送货的范围那就广了 五谷 芦州 三重 新庄 树林 泰山 哦哪靠 因为你知道那个那边都是工业区 对啊 哦 那我的接触的结果就是 那很多都是外来人口 来那探家来那打拼 对 很多艱苦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真 就是当然我真心的诚恳的建议就是 那真的有太多人需要帮忙 非常 嘿嘿嘿嘿 这样子哦 那就要拜托你 我会很认真 真的 OK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彭佳云 他的公公 不是公公 不说话而已 大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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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民进党的政金融议员 爱琪新布 现在他要接棒选市议员 对 在三重如舟 那就希望你一切顺利 国表动算 谢谢 加油 OK 好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宏怡哥 谢谢 谢谢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宏怡 来另外呢 我们今天也邀请到啊 这个民进党啊 跟原住民 好像关系比较比较淡啊 好那今天啊这一位朋友是民进党的 他是原住民是泰雅族人啊 叫宝杜巴燕啊 我应该怎么称宝杜还是称巴燕 叫宝杜就好了 宝杜大家都称宝杜 对对对 宝杜是姓还是名名名啊 对哦 OKOKOK 来那宝杜你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好宏怡大哥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泰雅族的宝杜巴燕 呃名字后有四个字 前面是我的名字 后面是我父亲的名字 加起来就是我的全名 所以大家可以叫我宝杜就好了 我是来自新竹县武丰乡 那目前是在新北市的 芦州区 就是居住 那么我过去是在 民进党的市议会党团 当过主任 那也在民进党中央党部 族群事务部跟原住民事务部 也当过专员 那这次要出来参选新北市议员 那你本来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汉名吧 有我在刚出生的时候 我有汉名我姓陈 陈 东陈 那名字呢 穷有小说的名字 我叫云凡 陈云凡 陈云凡啊 所以人家都叫云凡 云凡我也不知道云凡是什么 人家都跟我讲说 应该是你爸爸娶的 那时候受穷瑶影响 对啊 对啊 我就是64年出生嘛 对 刚好那时候好像穷瑶 很流行 霸占台湾 当年穷瑶 OK 那保渡今年38岁 对啊 那所以我相信爸爸应该差不多60多岁 差不多 那就是受穷瑶影响真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改成保渡八业 我大概是当兵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要去当兵嘛 其实还自己还不习惯这样 所以那时候菜鸟正在部队里面扫西嘛 然后班长后面讲说保渡八业 保渡八业 叫了五六次 我还没有回头 因为我还以为我是陈云凡 那为什么 其实我已经改名了 那时候我没有适应过来啊 哦 对对对 你去当兵的时候就改成保渡八业 对 但是全家都改 改成原住民的名字 哦 对哦 那你还自己还是认为自己是陈云凡 对 啊 很久没听到这个名字 那你当时你们全家为什么要改成 因为政府 政府说可以回复啊 传统姓名啊 那我们就觉得原住民就应该是要回归他的根 回归他的源 对 所以我们就全家就是投票决定说 全家都改原住民名字 嗯哼 那我现在结婚生小孩了 我儿子也是原住民名字 爸 哎 莫娜 莫娜保渡 对 因为保渡 我知道你后面其实就是爸爸的名 对 啊 莫娜 莫娜就是你儿子的名 没错 哦 莫娜保渡 那所以你的孙子 应该是后来未来会有一个叫什么的莫娜 嘿对哦 就是这样 没错 哈哈哈 哈哈哈 相连接 这样 对对对对 OK 那你跟民进党 因为你知道原住民啊 跟民进党本来就民进党跟 就是票大部分的国民党 对 那你跟民进党的的燕源是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受到家人的影响 嗯 那我的父亲他是过去的立法委员 嗯 在民进党担任第三届第四届的不分区立委 嗯 叫做巴燕达鲁 哦 很有名啊 你不讲很不晓得 哦 巴燕达鲁是你爸爸 啊 对 对对对所以呃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对政治圈也是完全没有概念嗯他退休之后然后我也是在社会上嘛然后我就看到说还是有很多原住民嗯嗯在社会的角落需要帮助嗯没有人去帮助我就回想到说当初我父亲在做服务的时候这些被服务过的族人他们那些满足的表情嗯感谢的表情说啊我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有人帮忙真好嗯 嗯这种感觉所以我在这个呃这个十几年我就慢慢回想到说我是不是做这个工作会比较有意义嗯嗯嗯所以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政治工作是是是对哦那作为原住民然后又又是挂民进党会不会有压力 其实很有压力啊嗯嗯其实很有压力可是后我从来不把这个压力当做压力嗯因为后很多人都讲说哦原住民就是喜欢 我喜欢国民党不会喜欢绿色的我就是喜欢你哦可是我不能投给你因为你就是绿色嗯嗯这样我听到这件事情哦我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讲说你千万不要因为我是绿色不支持我你要看看民进党有这么样专业优秀的人才你应该要替这个民进党感到高兴嗯嗯嗯所以你要支持我你也要支持这个党能够培养 那原住民进党原住民的年轻人嗯嗯嗯那我就是反向跟他讲说这样子有道理啊嗯对这样子有道理啊是是是是所以坚持那为什么他们对民进党这么有意见啊 我想了这个我也有稍微研究一下哈这个因为过去哈这个投票的这个行为哈也是这个国家带来的嘛嗯原住民过去尤其泰雅族没有投票他们都是长老共视爵嗯嗯哦那这个投票的行为一出现的时候在最早期最早期叫原住民出来投票一定是有某一些人 请你出来哦哦我们来你今天来这个呃来这边我们另外一个村庄哈吃饭然后明天我告诉你要投票哦你们不懂投票对不对我教你嗯嗯哦那原住民就习惯了说投票之前会有吃饭嗯嗯甚至投票之为会有投票之前会有一些馈赠一些礼品或者生活用品的这些原住民的老人家就习惯了嗯嗯投票前我一定要拿到东西啊哦哦哦哦哦 就是这样呀哦哦就是这样子一过来啊喔喔肉皮镜 insisted一定要roph營掉掉这个 usually lfa喔 extension 哦哦哦哦哦哦哦啊哦哦哦所以这个很有趣的现象到便是那国民党一定有给吗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可能还没有出生可是我是这样听说嗯就误ël 我是这样听说那但是民俄终币一定没有哈哈哈民俄绝对没有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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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加入多民党比较好选呢我我觉得就像刚刚我跟那个足人讲的哦哦呃不要因为说你是 觉得国民党比较有资源 或者是说比较能够被大家接受 你就在那个地方 你反而要做好你自己 因为民进党有你 民进党这个党会被你插量 这不是更厉害吗 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从来都这样子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宝杜八燕 他是民进党所征召的 三地原住民的候选人 是 是新北市的 你的选区是哪里 就是新北市这么大 里高窟29区都是我的选区 全新北市 所有的三地原住民都是你的选区 没错 我经常一天要跑三个区到四个区 对这个是我的日常 那你的选民有多少人 选民现在目前新北市 大概公民数三地原住民的部分的话 大概是一万出头 一万出头 对 有分三地原住民有分平地原住民吗 是的 平地原住民 新北市的原住民的人口数大概是 不分三平原的人数大概是五万多人 那平地原住民人数比较多 那三地原住民大概是两万出头 所以他的公民数就是一万出头 大概是这样 那一万出头你要多少票才能当选 看多少人出来选 那基本上以过去的经验的话 都是要超过两千票 两千一百票到两千两百票 嗯哼左右 嗯哼哼哼对 那这一次有几个人跟你拼 这是一个现任的嘛 那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 他两个都是乌来的 嗯哼哼那我呢 我是在乌来以外的这个 真正的都会区 嗯哼 成长成家立业的 对对 所以我很能够了解 我们原住民族人在都会区所遭受到的一些困境困难 嗯哼那原乡我自己也是部落人啊 对 所以我也很知道部落 你是新竹五丰 新竹五丰乡 嗯所以我也很知道说五丰乡的原住民 他的土地问题嗯他的经济收入的问题 这个我也很了解 所以我的对原住民的这个需求 我应该是非常清楚 嗯哼对 所以哎 你是你是住在都市吗 你是在云州吗 对哦 那所以你应该要多经营的地方 其实应该是在乌来 没错 啊没错没错 因为他很关键 因为哈 乌来区的原住民最多人数人口数最多 嗯哼那一区就很多人了 对 而且他们的投票率很高 嗯直辖市的原住民区哦 可以选区长哦 嗯 还有区代表哦 嗯哼 里长哦 再加上我们的议员 哎 哦那这次还有 你说直辖市的 直辖市的原住民区 嗯 以前叫原住民乡嘛 对 直辖市就是区 比方说是乌来乌来区 对以前叫乌来乡 现在叫乌来区 对升格了 嘿嘿 所以可以选区长跟代表 嗯 所以本来是七合一嘛 哎 加上原住民区的这些人就变九合一 区长不是指派的 不是要选 像我们啊 如果是朱立伦 他就可以指派板桥区区长 对哦 但是乌来区他是不能指派 他是用选的 用选的 用选的哦 对哦 哦哦哦 所以所以 选区长还可以选什么 区代表 区代表哦哦 代表会有代表会 是是是是 哦 还有里长 还有里长 嗯哼哼哼 所以这个选举 о 他的变得就是它的复杂程度 又更深 是是是 是是 所以 不是在乌来区的人 想要在乌来区 乌来区 拿到票 嗯 南上迦南 除非你有心经营跟耕耘 不过我刚刚有问宝度巴嫣 宝度巴嫣说他上次也有选 但是上次有拿到1300多票 对 那今年呢 他因为经过不断的服务经营 那么今年的票数必然会成长 希望希望希望 很有变 很有变 很加油 是黄英哥 上一次2014年 上一次等一下我们再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宝度巴嫣 是新北市民进党所征召的 3D原住民的议员候选人 我们先休息进网告 欢迎继续收听 宝度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所征召的3D原住民的议员候选人 叫宝度巴嫣 宝度巴嫣今年38岁 我看起来年轻 而且看不出来你有 就是那种原住民的腔调或者是 可能是在都会去住酒了 对对对对 那他担任过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的主任 加入民进党已经十几年了 这一次距离当选议员应该很近 希望希望希望 那像你们这样这个平地 有3D原住民有平地原住民 那是怎么分 过去在日治时期 日本政府在里藩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叫藩 有分生藩跟熟藩 所谓生藩就是住在中央山脉这一群原住民 不受管理的 很难管理到的 那比较靠近平原都会区 像花莲台东这一些 他比较容易 就是接触 那甚至跟他沟通比较好沟通 叫熟藩 那日本撤退之后 国民政府来接收台湾 就沿用日本的礼藩政策 深藩叫做三地三包 熟藩叫做平地三包 之后再废除三包这个名称 改为三地原住民 跟平地原住民 是这样 所以你是 所以我是三地原住民 哈哈哈哈 我是择换 择换 对对对 不过这样 现在都不能这样 用这样来形容 对其实 其实藩到现在来讲 那种贬义 很少了 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 小孩子就像慢慢长大 他几乎不了解藩是什么 像以前我们成长的时候 人家讲台语还纳 我就知道那个很刺耳 对 我从小听就觉得很刺耳 可是现在就觉得 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可能就只是大家 那因为你有民族自信 长大了 对对对 那可不可以再请教 就是说那你三地原住民 普遍上会找议员 他们比较会有问题 是什么样的问题 在都会区来讲 其实最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们在遇到一些司法上的协助 比如说我可能今天在路上骑摩托车 跟人发生差状 我没有做过笔录怎么办 我又说原住民讲话又有点腔掉 那个我怕人家会欺负我 是是 这样我Q出来 所以我遇到原住民讲话 我的腔也会出来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认同 对就很认同 所以说他们需要一个 对司法上比较了解的法律协助 这个是一个 再来就是说工作的保障 劳资纠纷 其实他们也很需要说 他们希望跟老板去协调 说他们的资金的问题 就是薪资的问题 保障的问题 或者是他没有备受保 还有再来就是说 小孩子的教育问题 我们在都会区成长的小孩子 普遍因为父母亲的经济收入不是很高 所以没有办法让他去补很多席 可能让他去转去练习运动 那台湾的体育环境其实来讲 现在当然是有慢慢成长 那可是很多优异的一些运动选手 他是其实可以用更多的资源 让他取得更好的成绩 更科学化的这个培养 让他的运动的寿命能够更增长 所以这个是都会区的 那原乡就是土地问题 原乡土地问题如果说 原乡有什么土地问题 像乌来区的问题就是 因为原住民的土地都是保留地 保留地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原住民的土地 几乎都是被别人 骗种吗 还是侵占吗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也很复杂的原因 很复杂的原因跟历史 所以所以变到现在 原住民的土地不断的流失 其实政府是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机制 来去协助原住民 甚至是你要辅导原住民 在我们的原乡能够永续的生存下去 保障他们的经济收入 能够去发展他们的文化 让原住民能够自己站起来 这个很重要 讲到原住民跟体育 这个要恭喜一下 宝杜八燕 因为他的儿子今年14岁 现在已经比较大了 他现在已经有一个16岁 得到学习泰拳 叫莫娜宝杜这一位 对不起 2014年他得到世界杯泰拳 国际业余赛的银牌 那当时2014年14岁 今年18了 对 大学一年级 你才 那这样讲 你应该是42岁才对 没错 我本来讲说 越讲年纪我越高兴 因为我看到的资料 其实是以前的 对啊 他现在大一 那可是你的服务员这么辽阔 你要怎么跑 其实跑 用时间换取空间 你一定要花时间去经营 你没有办法在 你很短时间全部跑完 可是大家还是对你没有感情 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个案协助 甚至参加很多的活动 甚至是透过很多的座谈 让他们去更了解你的个性 所以真的需要长时间的经营 你才会让他们认同你 那你会讲泰雅族语吗 达案的话 我是泰雅族的话 我是现在可能讲三分之一不到 因为没有环境 对 可是听我可以听一半 哦 对 那爸爸会吗 爸爸妈妈都完全都会 完全都会 那是到你的时候听一半 讲三分之一 对因为 所以这个年代就是那个时候经济起飞嘛 他们就是忙工作 所以都一直在工作 然后我们也在都市生活 他也不可能一直一直教我母语 所以取而代之的语言就是 合了为或者是一些 就是北京话 对让我 他们跟我沟通都是这个话 除非回部落他才会讲泰雅话 那你的小孩呢 我的小孩子就是以前学校有教母语 国小国中都有教 那现在就是我们常常还是会 请他跟老人对话 老人家都会讲 一直问他 反复的问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让他们去对一个基本 比较有一些了解 对 那他讲了 有办法讲到什么程度 应该是他们都有 现在学校有做那个母语认证 他们的母语认证都有通过 初级班中级班都有通过 所以基础的一些名词 会话他们都会 可是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有环境 那可别再问你一问你 我觉得泰雅族的 长相好像比较 男生比较帅 女生比较漂亮 你有感觉吗 我觉得各族都有各族的特色 人家讲说 你故意献我一不易 没有啦 因为 真的就是各族的特色 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也是觉得泰雅族最帅最漂亮 还有阿美族也不错 阿美族也不错 还有人家讲的 有一首歌啊 高山青啊 周族也是长得很俊俏 周族 女孩子也是很漂亮 其实各族都有各族的美 这个就是文化 嗯 对对对 OK 那 诶 你就是要选举了嘛 胡远这么辽阔嘛 对哦 那因为你的选民 就分布在很很散嘛 对 非常散 那那你希望认识 宝渡八院的人怎么帮你 帮你推销啊 好 那感谢宏仪大哥给我这个机会 就是说要透过这个节目 嗯 来 跟分享一下 宝渡 如果要参选新北市议员 3D原住民4亿元的话 你如果在新北市 有认识原住民的朋友 涉及新北市的 不管他是哪一族 请他支持宝渡八院 虽然他的身份 有可能是平地原住民 所以他差个话 所以非泰亚族也可以投你 呃 非泰亚族可以投我 因为原住民身份就分两种 他如果是平地原住民 他绝对不能投给我 可是他绝对有3D原住民 所以我就是跟我的所有的朋友 包含在这个收音机前面的朋友 看到影片网路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认识原住民的朋友 涉及在新北市 请他推荐 宝渡八宴 那如果他不是3D原住民 他一定也有3D原住民的朋友 请他们来支持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那你刚刚讲说3D原住民 讲以前的生翻熟翻来比喻 对对 熟翻就是平地 生翻就是3D 对 那我现在还是搞不太清楚 那以现在来讲 平地原住民跟3D原住民 是怎么分 还是这样子分 从他的父母去分 他的父母亲如果都是3D原住民 就算他今天出生是在台北市大安区 对 他还是3D原住民 是这样分 对 他如果他的父母亲 一个是汉人 一个是原住民 他出生的时候 他可以选 他是汉人身份或原住民身份 对 不管你出生在全国的哪一个地方 都是这样子分 对 那你的太太是原住民吗 喉啰郎 喉啰郎 对对 那这个 全家福在这里 对对对 帅帅帅帅帅帅 太太也很漂亮 对 那太太在什么地方服务 他是从事美容工作 美容工作 美容媒体 对 哇你也是这种 这个原住民里面算受教育很高 你是硕士 研究所毕业 对 不简单不简单 是 ok ok 好 那就 要希望你这个全力打拼 好 感谢宏一哥 有三个人 对 三个候选人 是的 然后只选一席 对 那你竞争 非常竞争 对 那因为上次有一些经验好 所以 我就是一步一脚印 就是非常 除了去办理各区的座谈会之外 我还是 就是到各地去请走的地方拜访基层 这样要花多少钱 我用很 我其实没有花什么钱 嗯 就是说因为 呃 选举有很多种模式啦 嗯 那你用你的双脚去走 去拜访 然后用服务 累积服务的这个能量 那取得大家的认同 其实编换很多经费 当然某种某某某部分做文宣 或是行政开销 或是人事经费 这个是绝对有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也是 我也是尽量的能力去 有小二募款 我就去去跟大家去做募款 然后就继续走下去这样 是是是好 那我们就要 哎 为宝杜八院加油 谢谢宏益哥 谢谢大家 希望宝杜八院一帆风顺到高票当选 谢谢宏益大哥 感谢 好 好 好 时间的关系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